打猴子呀 感觉贪婪打猴子不好打 来把卡兹克 好多把没玩了 对面有机器 来来来来 谁顶在前面 哪个星鱼坏了 是我 不是我 说了 开打开打 闪现才好多个 杀一个 杀一个 打冰雕 打冰雕 这冰女倒是挺果断 其他队友熟了呀 这波刚才不跑的话 直接先杀一个打过了 这冰女有冰雕在 只要能杀一个就可以无限刷冰雕 我们这边好像有点怕死 大伙 刚才有人留技能了 第一时间没输出啊 我记得冰女好像死了 只要能打出冰雕可以无限刷的 就算他死了 这冰雕还是可以出来 他踩没问题啊 主要是我们这边有人技能没跟上 有人在划水 他这波踩的挺果断的 挺好的 这一集团的冰女冰雕伤害很高的 有100多200的伤害吧 还有一波AOE减速 而且杀完人会继续刷新 嗯 坦然也确不好打猴子 这把不跟他打 因为这个猴子开孙生 我们没孤立啊 这把石头人是大聪明 但是 对面是狗头啊 推线了 这波小心点 亚索好像在我们野 这个野区丢眼了 猴子有这种打法 这三级开W 进了我们野区的 先把眼拍一张 下落猎神 拉出来点 等下个W 我感觉这个冰女可以帮一下 就冲他开局那波闪现踩 这个人配合应该蛮主动的 上路没狼了 有一波 他让我们走 那走吧 46 24 这个猴子的话 石头人没打 他6组也没升4 那就肯定没打石头人 下路给点压力啊 还有针眼在呢 谢谢老板 W吸血怎么说 在EQA怎么说 直接起飞 这波点写的沙米拉来 我是没想到的 他估计以为他是6G啊 这波不能仙翼 仙翼就死了 而且仙翼会被机器人打断 这个世界 美为无穷 我们这一波从下午晚上刷 这时候能马上升6了 打完F6他 他被压等级了感觉 打完F6他就升6了 不行 我得先抓一波 这狗头也没洗了 这种情况下随机应变 就不用太死板 一定等他升6 给个印度飞饼 来个轮胎 还没W 这波有孤立的 我说怎么敢打呢 后面有人在是吧 哎呀 你怎么死了呀 那这个线又控不住怎么办 亚索要过来了 先看能不能清个冰身一波6 不能 没事 把他往冰堆里面带 这波往左走 爬下 再打一波孤立 可惜他跟他 我刚才是不是 往左朝的方向 他会R到塔内啊 感觉塔可以多A他一下 我刚才是朝的右边的 他大落点是在左边 他的R位置是跟他分有关系 还是跟我们的位置有关系啊 他们有没有老亚索的 他又没分 只是E干嘛 那我们不E的话 他一样一直Q我长分 一样的 没区别啊 他自己选的吗 可以 来 松野连动一波 他买了什么有鞋子 那进化一个R吧 不是 你6级冰女 踩一脚 冻结 可以吗 不行这中路冰线得去补一下 这冰女没T的 我们这波有木论在 对面亚索的话 但是我没鞋子 他两级鞋子 这波先别急 等他出冰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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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走 往上走 坐一下 在A上 是个高手啊 这亚索 我觉得我好像吃了没有鞋子的亏啊 我得买一双鞋子了 这波亚索没技能呢 冰女应该可以杀他 先来一双铁板鞋 肉石头 先搞个先分吧 他还不走 让我们打完先分兵女大好了 赶紧推下来 他不走 OK 踩一脚 一双鞋他有了 这猴子好像在吃蛤蟆 赤不可挡 摩菲特 摩菲特 来得太慢了 我应该一跳走的这样子 880 880 不行我不能看他们的信号 我得按照自己的思路来 我以为他会会闪R的 直接R两个起来 甚至可以杀了狗头 然后我木轮隐身 再杀这个猴子 他自己 脱一下 上面他大踩 踩一点 打一波孤立 他马上要被减速了 他一级鞋子跑不了 你再拽一下 孤立无影 耶 这波 啊马上好了 他什么装备 他没神话在压缩 我也两极鞋子 那他这波死了 我不会在一个地方倒两次的 啊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来 你别说这亚首拉扯挺会的呀 他对这个距离的极限掌控啊 掌控的非常好啊 可以杀到这波 我兴奋是不是开早了一点 应该晚点开的 这波兵女还有R 一个R他死了 一个R的 E的 差点出问题了 他一波 富贵险中球 或是可能会来 哎发财走了 两个盾弓一个鸟盾 我想一下 先把扩件买了吧 那这样的话 肯定可以买这个去牙 然后进化W破盾 有点不是很想买主要是 主要是 主要我不是很想进化W啊 暗影扩件 越早买越好 扩件的性价比 是比那个高的 对面 四个监视守卫啊 他们四个眼 这边插个眼 先打个红等个猴子过来 我只去上了 凯克斯传送我们 我们去回中 这个下路 少班 这是他打起来的 你看这波 防御塔最大的受益者 莫菲特 地带拽一下死了 对面应该是想越这个时候人 看他这个血量就知道了 然后被他反杀了 这时候人就一撕血 哇这塔好痛啊 看到没有 皮肤 差一点就死了 他刚才被动吸了一口血 基本上这个塔 遇了起来 从第三下开始砸你啊 砸个三下你都死了 所以你出血量装备 他每砸一下有伤害加成的 下半半好像这个 外移塔的伤害要削一下 主要前期这种外移塔打了太痛了 有时候你有优势你想杀对面 你都不敢越他 所以我能大吗他好了 我感觉可以不用 省一个啊 最近也觉得狗头是 这个狗熊变下加强 结果狗熊 不是还变T5了吗 W用了吧 来 龙岩巨兽 来 势不可弹来一个 冰女战 看他压索来不来 看他压索来不来 调皮哦 皮皮 皮皮 后面有人 我说怎么这么皮皮呢 他在勾引我 那我感觉这么伤害 伤害这么高 其实我感觉现在巨蛇之家 有点版本陷阱的意思 我要是这把打完这个 不能破2000 我以后就不买这件装备了 看着好像感觉很好用很理想 啊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想象中 你看这把对面三个盾 能捡很多这个护甲 但是打起来 捡的有点少 理想很分板 现在是很骨感 好多瘾 没事等等他兵没了他就死了 等一波孤立无缘 再见 他自己过来 好 拉开小兵 再打个A特殊 你们看下我上把那个扎克 声援面具一波团 就加了1300的伤害 而且那还是一件偏肉的装备 我这个巨牙的话是偏输出进攻的装备啊 那2000不是很合理吗 大 过了300还可以吧 哦 熊轮在给我说谢谢吗 我真的没看到呢 这代码 忘记了 这种时候的话 队友应该都说的一些是一些正能量的话 咯 咱里拿190 杀起来了 这边有人要来传送了 来 来看这非门 等一个猴仔 他上面去没野吃了 怎么感觉他可以当杀 大招 射不可难 减速 可以 先再开一个 哎呀 你砍的塔来的呀 你别说上个版本的防御塔还真被他拆了 虽然你护甲高 但也不能这么玩 怎么不过来了 什么意思 给你看个宝贝 宝贝给你来一个 来 过来 过来 这部机器人走了 孤立W 看到了吗 冰线过来 应该死了 要不来个 五窗烫烂好吧 一窗到底 百窗烫烂 差不多 破了才719 我说巨牙在他这个盾不可能给他救的回来的 尝尘 �i 六 赶尔克 又减了200多 应该是右边右眼 救一下 救一下莫菲特 十载 当他 可以 我说了 这机器人怎么这么脆的 卢登 哇 这一钩子的928 妈爷 我跟你们讲 他这部要是一个正常的肉机器 我还死不了啊 我伤害这么高 他脆不脆无所谓的 来个耶愣 这首轮肯定救我们呀 他比狗头领先了一个大剑 知道为什么吗 我帮他抓的 黑暗收割还刷了一下 是黑暗收割吗 没有啊 为什么刚才有个什么东西飘过来了 这个猴子在下半区 他想吃这个塔 看看窗透 30%固定50啊 加个本能冲击刚好100 能破核蟹的盾吗 是吗 好像没有用 我记得以前巨牙刚出来的话 核道蟹的盾也可以破的 巨牙现在减了1100 还是没想象中的够 1秒1 加2进去 然后错误 别急 慢慢来 拨逼一下 再W减速 再卡2进去 再隐身 别急 慢慢来 打一波孤立无缘的机器 别急 慢慢来 再进化 要E 不要急 慢慢来 在这时候他们剩下两个 来 W减速 别急 慢慢来 这时候拉扯一下 猴子想过来偷袭我 别急 慢慢来 这时候最后没血了 来 准备好 开不开W 开不开 吸住吸住 折磨 他给我挂红尘 他想杀我 我想点拨水的 还不开 火蓝 再一个W给他收掉 这猴子 他技能一直不骄傲 这乌鸦在他脸上 他一直想杀我 走了走了 炉灯机器 我还差点钱 兄弟借点钱用一下 再来个 游牧 来个六窗 烫浪吧 有游牧的被动加速 勉强够用吗 主要是 这把伤害够 我们进化的意 68 固定 30% 可以够的 加个猛男冲击 他多少户夹的构头 203 等这个兵线走了 来 所有人 势不可弹 可以 保镖 我还没神装呢 不着急啊 扎眼扩见 待会得改的 这装备打到后期 没什么用 这鼓励伤害还差点点 没点起来 他买了死物 我就说伤害怎么不对呢 应该给他再留一会儿的 他的死物 简单让他第一时间没死 再把卡兹克29杀完美收尾 下一把 怎么现在不抽号了 现在没有抽奖系统 现在开通赚粉 可以银两把 并且参与每天的抽号 伤害最高下一把 结算一下 这巨压应该最后打了 就2000左右 可能2000还不到一点 结算一下 左左左左七周 应该2000不到一点 1800左右 小丠左右 记者 Sub indo by broth3rmax 左左左右